大家好,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第一階段 灰拳的流線 元神 齊惠的中序 8.30第二階段已更 活動全階段全玩法攻略回生之子 全目人流拳之中元神5.0 那這個視頻是灰拳的流線玩法的攻略 嘿 嗯 嗯 我們先傳送到挑戰地點左上角的矛點從那裡過去 這個玩法就是打怪 小青傻 孤若驚 微觀無色 兩項啦 嗯 不 欸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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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破 刺客 敬命之時 哦 聚收並區 為我歌獸 哎呀 哎吧 對 哎呀 船都看見了 欸 無觸盾頭 好了現在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去第二階段 請囉 小青傻啊 電路表演 來,準備吧,來,心裡被衝擊 跟著我 全都看見了 鼓舞若驚,好影看破 小天小,兩笑了 現在我們要拿演戲角色破了她的盾先 不然打上去幾乎沒傷害 命被牽引 安逸遊玩時 好的,接下來是第三階段 I can't believe it's true I'm just as surprised it's you Is this really have been here I can't believe it's true But one day I'll be you 嗨,閃下流動靠 你,你,女兒 目無若驚 記住女兒 無處盾逃 好啊 那 吼 欸 來 恩 嗯 子吉 智慧之殿堂 你現在有種空啊 欸 好過啊 意思永恆 那 一 一 過 好 好 我 可以 向世界熱鬧起來吧 蝶 油盆 三有家做客吧 威觀無色 欸 刺客 慶念之食 很多看頓啊 後女看破 為我歌哨 好的接下來是第三階段 好 這裡如果你們開了挑戰BOSS旁邊的矛點的話 就傳到那裡從那裡過去 如果是完成上一階段的挑戰 並且還沒開矛點的話 就從上一階段完成那裡過來 要注意我們在開始打BOSS之前 要拿上一個水系或是兵系拿弓的角色 不然這個階段的獎勵會拿不到 我們先把他打到差不多只剩四分之一的血 注意別直接打死了 不然拿不到獎勵 雙喊話聲 蛤 蛤 為了炎王立居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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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rocery 小欠 beads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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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現在等他飛到天上 然後拿水系或是兵系拿弓的角色把他的盾給射掉 好了現在就可以直接打死他了 被我歌唱 欸 禁止機吐 啊 好了這樣這個玩法的獎勵就都拿到了 那我們下個視頻見 掰掰 到這裏 到這裏 我可以的 我沒有讓你 我會知道 我會一直在 這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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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